年前他们是抗日战场上扛击枪拼刺刀的英勇战士 后来因为历史原因淹没在民间不为人所知 如今他们最年轻的86岁 最长的已经97岁 他们大多年迈多病 没有经济来源 有很多还是孤寡老人无儿无女 每个月凭着60块钱的养老补贴独自生活 老人无儿无女独自生活 志愿者扶着他出来的时候 他身上还挂着一个尿袋 这是那个部队啊 就是三军啊 就是三军 就是三军 都在每个部队 罗石 是石石 李石石 那石张叫啥 石陈木录 陈木农 军长 军长又开 腿上的机枪子弹眼还清晰犹在 尽管体弱多病 但是老人依然有着军人的刚硬作风 他说自己什么都不需要 什么都不屑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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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想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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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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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年 最晚 岳阳 北京 日落 他说 弟弟 你把爸爸定好 我们出船了 二个出船 三个出船 三个死在山东 四孤不成 应该是抗死二孔 实在很一样 真难死 民国二十七年 七位 民国二十七年 七位 在徐林 市长讲话 这事你们去呀 出船 你们晓不晓得 我们晓得 打日本 你们晓不晓得 切死 怕不怕 不怕 不是 我个人都很好 大家都很好 都是十多岁 十七八岁 不怕 我啥事不怕 我们要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鬼家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鬼家 我就想到全天想起这一世心 想到这一世心 大国二国三国 才功夫 装兵 超大国律 海 Walde 舞 ungef随 小程 卡科 作识 你们 関 川洛魏 蔣華anken 蔣華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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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